歡迎收看開運健庭談 大家好 我是迪音 今天很恐怖的日子來了 7月1號鬼門開 為什麼是7月份才是鬼門開呢 為什麼7月才是鬼月呢 那7月份到底有什麼禁忌 我們今天歡迎我們三位特別來賓 來討論一下 歡迎楊秀慧 大家好 黃子榮 大家好 大家好 兩位出新書 黃子榮 你鬼放假 我們出這個鬼放假 是針對就7月份是不是 對 因為7月份大部分就是鬼放假的時間 這一個月好好休息 好好出來玩 那到底鬼都在做什麼呢 會遇到什麼樣的鬼故事 譬如說有什麼7月經濟 我們人有週休二日 然後鬼是只有 一年放一次7月份 他就跟牛郎之女一樣 一年只能見面一次 鬼一年出來玩一次 其實我覺得言羅網對鬼很call 一年只有休息一個月而已 那很可怕 很可怕嗎 不會啊 我們阿彪朋友滿可愛的 對 真的 其實鬼並不可怕 真的 人比較可怕 就7月份出是不是 對 大概就8月15號出版 大家就可以 這邊我們有辦簽書會的活動 簽書會的話可以 大家可以參加 然後平書的結角 然後可以問事 譬如說你可以選擇看你要問前世今生 或者是問健康問愛情問事業 我們會擇一發問這樣子 平書的結角完全是免費的 對 因為我也從來不跟人家收錢 可憐現在也出書了 對 我出的是不可思議 我的不可思議 那這裡面有寫到一些 就是比方說 有一些靈異體質的人 他在7月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比方說他會不舒服啊 那要怎麼避免啊 還有啊 你到荒郊野外的時候 然後要想問什麼事情 對 然後還有介紹 我們台灣的某些靈異起點 那你什麼時候有簽書會 這邊 來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這個第一場 你們兩個有一起嗎 沒有 沒有 但是我的第一場 剛好就是情人節 我們也會互相站台啦 情人節 對 情人節 對 可是我那一天 會有很特別的活動 當然針對這個 多特別 情人扮鬼 當然 你要扮也可以啦 但是那一天是情人節 對 那為了這個 開運的觀眾朋友們呢 我當天呢 有請了六台敞篷的跑車 要提供給這個情人呢 來拍照 然後 只有拍照而已喔 不是開回家喔 可是我們有結角可以問事啊 對 你要問問看感情怎麼樣啊 婚姻怎麼樣啊 對啊 那一天是很好的機會 所以也可以問婚姻是不是 對 那天 禮拜天嘛 如果有空的話 我就問一下我老公 會可以帶兒子去看看 是啊 子依全省有八場很多 對 那也可以憑著書的結角來問事情 今天是要來談鬼月的事情 那我們來歡迎我們的老師 來談談我們鬼月 到底有什麼禁忌 林正義 林老師 各位好 郭老師 大家好 妳來講一下妳的書裡面的內容好不好 我的書裡面其實有講到譬如說鬼月 我們常常講說有很多的禁忌 很多事情不能做啊 媽媽說什麼不能曬衣服 不能玩蝶仙 不能夠亂撿路邊的什麼名詞 不能玩蝶仙有道理 為什麼不能曬衣服呢 是怕鬼去穿妳的衣服 把妳穿走了嗎 因為譬如說妳吊衣服在那邊 那有時候晚上鬼都會出來活動嘛 那她看到衣服 她也會想要穿新衣服 有時候她一上去 她就不下來了 然後可能就掛在衣架上 妳知道嗎 有時候7月妳晚上出去 如果妳是看得到 妳可以看到衣架上面很多掛的那個鬼 在那邊飄大 對 因為這樣講好了 不是 妳這樣講會很多人有迷思說 我穿的時候我就不能洗衣服 洗衣服都不能拿屁 當時才會搭 不是 妳如果說7月份妳要曬衣服 最好是黃昏之前把衣服收起來 對啦 不要掛到黃昏之後 對 沒錯 因為有什麼要知道 妳要把那個人家說 這個毛拔貴 貴都要抹在那個東西上面 對 妳懂這意思嗎 可是那裡是要有靈異體質的人 才看得到說 譬如說鬼穿了我們的衣服 掛在那裡 如果我們看不見的話 我們把它折一折鬼就跑掉了 不是嗎 可是以比較科學的方法來講 真的有科學家也有證實說 其實衣服上濕的時候有負離子 所以鬼特別容易吸附 而且它是沾附在衣服上面 有時候妳就算收了 它的那個靈還是在上面 妳穿上去之後會影響妳的運勢 而且會生病 那蝶仙呢 蝶仙的話 就是裡面有講到一個蝶仙的故事 其實是我跟我們 我們就是以前在一個補習班 那學長呢 他們跟學姐都玩過蝶仙 然後就跟我們講說蝶仙有多好玩 多刺激 而且可以問 其實我還滿好奇的 對 可以問事情 就是說問妳以後的先生姓什麼 長什麼樣子 這個妳知道嗎 國高中生一聽到這個 就很有興趣 想要知道以後未來的先生姓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們那個學長 就跟我們在同一個補習班 然後他就跟我們講說 他常玩 他可以帶領我們大家去玩這個蝶仙 那你知道蝶仙就是一張紙 上面寫了很多姓氏 然後是不是什麼 很多字都在上面 你想得到的字都在上面 然後那有一天晚上 那個老師也沒來 補習班老師也沒來 然後他就說 好啦我們大家出去玩 就走到那個教室外面的一個走廊 他就準備好一張很大的紙 上面已經有很多很多的字 他就說以前他們玩蝶仙都這樣玩 所以他說這個對我來講 我已經可以算是蝶仙中的專家了 蝶王 對 我們大家就想說 學長玩過 學長玩過帶領我們的話 那很安全 學長就說你們什麼都可以問 那一天大概有五六個朋友 五六個同學就一起玩蝶仙 然後學長就說 等一下我們玩蝶仙的時候 把蝶仙請上來之後 一定要把它請回去 因為你如果不請回去的話 容易就有麻煩這樣 然後那一天 學長就說 好啦我先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就那天晚上大家就在那邊 在那邊玩的時候 學長就手先放在那邊 就說蝶仙蝶仙請出來 蝶仙蝶仙請出來 就過了很久都沒有動靜 然後學長就說不要擔心 因為大概過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蝶仙才會上來 上來了之後 他會告訴我們 他上來了 那我們大家就想 怎麼告訴我們他上來了 他說你不用擔心 你就看著 蝶仙蝶仙請出來 蝶仙蝶仙請出來 蝶仙如果你現在出來的話 你就走到式這樣子 然後結果那個蝶子 因為學長的手放在上面 然後蝶子就這樣走 走走走走 走到式的地方就停下來了 然後大家全部旁邊的人都 真的 怎麼會走到那邊 我們就懷疑 可是學長自己走的 可是學長自己走的 一般人都會這樣想 對 那個學長 學長到底是你手動 還是真的蝶子自己動 所以學長說 真的是蝶子自己動 我想哪有可能 好吧 那就請他回本位 蝶仙蝶仙請回本位 結果我說 好 那另外一個同學跟我一起 就跟我一起 兩隻手就放在上面 蝶仙蝶仙蝶仙 你是不是出來了 如果是的話 你就走到式的地方 結果兩個就一直走到式 另外一個同學就講說 會不會是學長拉著我的手這樣走的 也有可能 然後後來他就說 學長就說 你們要相信 這是真的 我真的手沒有動 後來呢 這個蝶仙就開始很急 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我來了 就這樣 然後學長就 學長 因為我們發現學長的臉也慌了 怎麼會走那麼快 我來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那問他是誰啊 對不對 我來了 趕快帶我去派對就完了 然後問說這個蝶仙上來的人是誰嘛 就問他說 那蝶仙 你叫什麼名字 蝶仙就跑到一個姓張的地方 就停住了 他姓張 那你是男台女的 男的 就移到那個男的地方 然後學長跟那個兩個人 我就看到他們的手就在發抖了 那表示真的不是他們兩個在抖 可是我們旁邊的人都還是在觀察 因為我有陰陽眼 我想說有鬼的話 我們多少才會看得到 可是就沒有看到 然後再過沒多久之後 然後那個學長都沒有講話 那個同學也不知道問什麼 然後他們就想到 我們去旁邊的人想說 那就問他嘛 上來幹嘛 對啊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上來找人 然後我們就想 上來找人 找誰啊 對不對 很自然就會問找誰啊 因為其實我們在旁邊的人 還是有點半信半疑 對啊 這樣子 然後呢 後來他就移到說 找你 找誰 你是誰 你是誰呢 這麼多人 你是誰 然後他就 那個碟子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因為原本都是在字上面 結果那個碟子就這樣 一直一直指到那個學長 那個學長 居然因為碟子 一直一直往這邊找 然後他就很害怕 放掉了 他手放掉 那個學弟也放掉了 結果那碟子一直在中間 一直在前面打轉 他嚇死了 到底在找誰 原來是找那個學長 那我們其他人就嚇到 那怎麼會這樣子 那碟子為什麼會自己轉 然後那碟子就自己回 走到那邊 然後就寫著 那我們全部的人真的 學弟學妹 根本沒有人要管學長 後來會怎麼樣 大家都跑掉了 跑掉了 我們大家嚇到了 學長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就跑回教室 然後大家就全身 一直發抖 過了沒多久 大概十分鐘左右 學長回來了 回到位子上 他就這樣 傻傻 就傻傻的 然後就坐著 沒多久 然後我們就問他 學長 你有沒有怎麼樣 他就 沒有 又搖頭 然後我說學長 剛剛那個碟仙 有出來耶 那他要找你 找你什麼事 然後他說 沒有啊 沒有啊 就一直講 沒有啊這樣 然後過了沒有多久 我們就要放學回家了 放學回家 走走走走 走回去的時候 然後我們大家就想說 要不要跟他一起陪他回去 他就說不用 到隔天 他都一直 就後面連續一個禮拜 他都一直沒有來補習班 那我們同學 大家知道 就是講去看他 去看他的時候 就是看到他在他的房間裡面 坐在床上 就對著他們家衣櫥的床腳 然後一直跟他媽講 就都不發出聲音 不發出任何的聲音 那我們去他家看 都覺得奇怪 也沒有什麼啊 後來有個同學就說 學長 你身上很臭 你是不是一個禮拜 沒有洗澡了 幫你拿一下衣服 換一下去洗澡了 衣櫥打開 他那天穿的制服 居然掉在衣櫥的正中央 打開 然後你知道嗎 一打開 他看到的是 他們看到的是衣服 我看到的是一個男的鬼 掛在上面 然後就講 幹嘛 這樣子 你知道嗎 那個同學很 因為男同學不知道 他就打開 這個衣服幹嘛掛在這裡 然後我看到那個男鬼是 幹嘛 很兇的看著我 然後我就 關上了 然後他就 然後你知道嗎 就要關 你的門卡住了 我關不上 結果你知道嗎 那衣服就是這樣 盒子 這樣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 我學長就站起來 不要碰我朋友 不要碰我朋友 是我的朋友耶 我就抱起來 然後就是這樣 不要怕 不要怕 不要保護你 不要怕 不要怕 學長我們就覺得他們不對勁 然後那個門 他還是想去關 他說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不碰那個門了 然後他們就問我說 子儒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我說 不方便講 因為你在那個現場 其實真的不方便講 結果呢 他那把那衣服 就開始不知道怎麼了 就是他自己 在現場就這樣穿起來 一穿上 就變那個人了 就是好像 就好像附身一樣 然後那個學長就開始講 我找他找好久 我要把他帶走 然後就把我們趕出去 就把我們趕出去 然後把門關起來 然後我們就跟他媽媽講說 他好像中邪 因為他在前 就是前一個禮拜 有跟我們玩蝶仙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跟他講 他媽媽就很生氣說 怎麼可以玩蝶仙 然後這個請上來了 要送回去是很難的 很難的 因為也許是冤親債主 他就找到你這一次 這一次 然後逮到機會 他會來報仇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跟他媽媽講 他媽媽就去請了法師 來處理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沒有處理得很好 那個學長後來就是都 好像三回七破不見了 就是一直都傻傻的 不過他媽媽是說 他就會一直抱著那個衣服 都不願意放 然後你如果就把他拿去丟掉 他還是會抱著另外一件衣服 就這樣子 一直這樣子 就是一直抱著衣服 他才會覺得有安全感 可是他就整個人神勢 是沒有辦法恢復的 這樣 他現在也是 對啊 就還是這樣 因為沒有辦法處理得很好 那是因為他沒有找到 郭定璐老師 對啊 或者是林志一老師 他如果找到老師 找對老師就沒有 其實找對老師 是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其實是可以趕快 把他的魂魄收服回來 可以趕快解釋 所以等於是你可以看到鬼 但是你沒有辦法 我那時候太小了 那時候才高中 我沒有辦法處理 那妳現在就有辦法嗎 如果妳現在看到鬼的話 妳可以叫他 我可以好好跟他們溝通一下 然後我們再請子儀老師 這樣子 子儀呢 七月有什麼經濟 這是我遇過比較可怕的 他是一個大概 四十歲的男人 那他已經結婚了 那麼他在年輕的時候就是 因為他來的時候 就跟子儂講的 已經恍神 可是他沒有像那個 那麼嚴重 沒有辦法解決 那時候呢 為什麼會發生 因為其實可以問一下老師 在七月的時候 很多那種冤鬼啊什麼的 都會在這個時候 上來報仇啊 然後上來這邊 找欠他東西的人 一般都是這樣 那麼那件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 那個男的呢 他就是以前 結婚之前 就曾經去那個 深色場所 然後就是跟一個女孩子 就有談情戀愛 但是因為他家是 算是 家裡很有錢就對了 結果他帶這個女的回家之後 這個爸爸媽媽就知道 他是在上班的 然後就不准他們交往 那這個男的就想說 那如果爸媽不同意 那改天我可能拿不到 財產什麼的 結果呢 他就跟這個女孩子就分手了 他們交往大概 將近一年的時間喔 結果一分手 這個女孩子就上吊自殺 然後真的死了 然後死的時候那一天 我聽他們在講說 是四月四日 然後凌晨四點四十四分 而且他是 就是鬧鐘就剛好停在 四點四十四分 四十四秒 那就很怪異就對了 那但是經過很 就是很久之後 都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一直到就是這個男的 三十八歲生人的時候 那因為他們家都會有 批一些命盤 會有批一些命盤 然後結果呢 很好笑的一件事就是 他爸媽就交代說 你今年到鬼月的時候 千萬不能出門 尤其是晚上 那很多人都知道嘛 其實七月晚上出去 很容易去遇到好朋友那些 尤其是 就是命裡有待煞的人 結果他爸媽在交代行 他就不停 因為他還是很愛玩 雖然娶了太太 還是很愛玩 就是那一天他就說 今天鬼門開 大家來去這個酒店 快樂一下 快樂一下 快樂 我們也快樂 那就很巧好巧不巧 他們又去了大概兩三年前的那一家 同一家 就是帶出那個小姐的那一家 因為他們說那一家小姐都很漂亮 長得都很清秀 結果去了那一間包廂 叫做104 但是他們都沒有察覺說 那一間包廂就是當初他跟那個女孩子 認識的那一間包廂 然後那一間他們就進去 然後就 對 就進去完開始 然後他就一直聽到一個聲音 先生 你好 先生 你好 就一直有這個聲音 然後他就一直 他就生氣了你知道 他就跟旁邊的小姐 你不要一直跟我講話啦 然後那小姐也摸不起來 他也覺得他怪怪可能喝醉了這樣 然後過門一下子 又來 先生 你還記得嗎 結果那個女的又被打了 你有毛病耶你 就那男的就開始覺得怪怪 然後他就覺得奇怪 是不是有那種東西這樣子 好了 他去上廁所 一上廁所的時候 他頭一抬 看到那個女孩子 就看到他之前交往的那個上面 自殺那個女孩子 對 他以為眼睛看錯 就揉一揉... 抬頭又不見了 他緊張了你知道 因為他也知道 那個女孩子自殺死掉的事情 他就趕快回包廂 他說 我們走了 真的不太對勁 結果大家就走了 那他自己開車回家 就一開車的時候 那個電影就開始 放一首歌 叫做女人花 那就是當初 那個女孩子的期望就對了 那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CD不是那個袋子 但是放出來的歌是那個... 那個... 那一首歌 對 是那一首歌 然後他就很毛了 就想到他說 他爸媽就講說 你七月千萬不要超過九點回家 他看的時間已經十點多了 然後他就很緊張 就在想 會不會是什麼東西跟上來了 然後巧的是 他老婆從來不曾那麼晚回家的 那時候還打電話給他 今天我朋友生日 你可能回家之後 那什麼東西有宵夜 那你怎麼樣怎麼樣 就交代完就掛了電話 結果他一回家之後 他什麼也不敢多想 就跑到房間裡面去想 睡覺就沒事 棉被一拉上來 一拉上來 就一個臉就貼在他的臉面 就是那個女孩子的臉 然後你知道嗎 從那一天開始他就昏迷 然後結果 他老婆就帶來 帶來之後就講 他一直昏迷 從那時候已經昏迷 整整一個月了 就是那一天晚上 他還有跟他講到最後一通電話 是清醒的 他確定他現在是清醒的 結果呢 從那天開始一直昏迷了 一整個月 然後來的時候 才發現 原來這個男生呢 當初有承諾這個女孩子 會娶他為什麼 因為這個女孩子 為他拿了小孩子 然後結果女孩子死的時候 肚子是有懷孕的 所以他來找他 他牽著小孩子來找他的 那他帶來的時候就是 我就在門口看到 一個女孩子 然後戴娃娃頭這樣子 然後穿了一件粉紅色洋裝 旁邊帶著一個小孩子 七月很多滿街 幾乎很多都是小孩子 來找媽媽在哪裡 媽媽在哪裡這樣子 那叫英明嗎 對 妳有看到這樣子啊 所以妳今天走在忠孝東路 有看到很多 在找爸爸媽媽嗎 有時候很好玩 就是情侶她們在過馬路 白天也看得到嗎 還是只有晚上 鬼不是晚上才來的 而且24小時都有的 妳看她爆行高不高 她不是白天都要躲起來 在晚上對不對 沒有啦 差不多下午一點開始 她們就會出來活動 一點過後會 不要是太陽太大的時候 其實她們都會出來 譬如說走在走廊上 她們也是走在走廊上 妳要過馬路 如果陰天的話過馬路 妳看一對情侶走在前面 妳就可以看到 後面有小朋友這樣跟著 妳就知道她拿過小孩 拿過幾個小孩 有的男生是掛在肩上 有的掛在背上 有的抓在肩上 我看過最可怕的是 我剛剛走進來 妳有沒有看到我旁邊有小孩 沒有喔 還有現場 我看過最可怕的是那個 這是我想問的 妳有沒有看到我後面有小孩 好可怕 現在可見我們都拿過小孩了 而且有很可惡的小孩子 是她會抱在媽媽的胸口 然後媽媽就有的時候會覺得 胸悶 那更好笑的是 我聽過的例子就是 一個爸爸騎摩托車 忽然之間她 她是 就是攝影師 然後去幫人家拍東西 就掛著一個相機 忽然之間就是騎到一半 碰一聲那個 相機就這樣打上她的臉 然後她就出車禍 對 然後她就放在後面這樣撥上來 我還看過一個男生 她就是 她的女朋友拿掉小孩之後 她就覺得耳朵一直很痛 一直很癢 然後去求醫生都沒有用 然後耳朵就慢慢開始潰爛 後來她來找我們的時候 我們一看就知道 那個小孩背在她的肩上 然後一直咬她的耳朵 咬到都爛掉了 真的 就一直咬 一直咬 郭老師 為什麼剛剛子儀講的說 鬼月的時候才會出來報仇 是她平常的時間是不會出來嗎 因為平常的時候 活動沒有那麼自由 就是說要有一定的時間 就是他們放假 鬼月是他們放假的時候 可是剛剛子儂講說 平常走在馬路上也有可能看到 那些是比較孤魂野鬼嗎 還是沒有被關起來的鬼 孤魂野鬼一般就是七月才會放出來 如果是一般的 平常就可以出來的 平常可以拿出來 都是跟你有血緣關係的 那其實我們七月在做普渡的時候 其實像普渡的人 有的也可以拜奶粉 然後對 因為小孩子真的很多 而且他們沒有辦法跟 那麼多的那種好朋友去搶那些東西 所以你可能 盡可能就是可以 再弄一個小孩子的那個 然後讓他們有奶粉 然後有一些玩具 什麼的 像我們都會怎麼做 所以就是說告訴現在的女孩子 真的不要隨便偷藏禁果 然後更不能 安全方面一定要注意 不能亂拿小孩 不要為了爽快三五分之 來 怎麼都不要拿過了 我問一下林老師 為什麼鬼月會有這些事情 一定在鬼月嗎 一定在七月份嗎 我們知道 一月份到六月結束 這個叫陽氣 那七月一號等於陰氣的開始 那剛好天上的銀河 就是在這一到七月的時候 是這樣立起來 也就是說平常那銀河是這樣 到今天到那一天的話 就等於南北向垂直的現象 所以就你的身上 你的身上能量就開始變成陽氣 轉成陰氣 所以其實你的身上 開始已經也變成像 像開鬼門一樣 就是說它要有陰陽 那這個陰氣一開 你就容易接觸 就是說 其實一般來講 就是說 在鬼在四度空間裡面 你是看不到的 可是到了這個時候 就很像二度平面這樣子 所以有的人 喜歡在七月裡面就是說 就是說 想要看點鬼 在這個時候可以看得到 原因就是說 因為它已經變成 從四度跳到二度 那像譬如說子龍它 它可能那個系統沒有轉換 所以一直會有看得到東西 如果像子龍這樣看得到東西 也並不是好事嘛對不對 還是 還是是好的 不過它如果習慣就好了 看它心態怎麼表示 就習慣就好 看它心臟夠不夠強 如果像我都看到 大概就暈倒 習慣就好 你看過三次 你每天都看都不會了 是啊 你每天都看就看人一樣嘛 我碰過一個小孩 他走路是 他媽叫他說 你怎麼不要這樣 嘴巴走得好 他都這樣 說我就看有人了 要閃嘛 所以在走路的時候 好像在閃爪就對了 對 閃爪 抱歉 我還動 剛開始覺得他是哈洞兒 那不是很奇怪嗎 因為他是在調皮 後來才發現就是說 他小孩慢慢長大 他跟他講說 因為他怕碰到 那我們請問一下我們林老師 還有沒有其他的禁忌 大概一般的禁忌 譬如說 我們很多人不敢住院 不敢去開刀 對 那其實以現在的醫學來看 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是 你就是要生孩子 他們要保護生產 或是說不生不棄 那其實都沒關係 只要在家裡 帶鹽米去就好了 那如果 如果把... 所以過月的禁忌就是 不可以關門 不可以開刀 對 還不可以做什麼 就是說不要參加一些 譬如說上禮 那一般的民間也不太... 不太會選七月出兵 可是有些人不禁忌的人 不禁忌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去參加了以後 那... 回來之前 你就譬如說 譬如說去... 譬如說去文主公 拜拜的 或是說去大身大 拜拜 再回來 不要隨便當家裡 就可以化解了 就可以化解了 這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那那個上禮是可以避免的 可以... 日子可以挑 過了七月以後 對 這樣不住院不開刀 不然要放你會死嗎 那就是帶鹽米去就好了 不然如果你有生的褲子 就是... 一夾我們生褲子 還是去搭牌 沒有 帶到醫院去就好了 帶在身上 帶給小包就可以了 來 或者是拿七個銅板有沒有 然後放在身上做鴨煞也可以 對 也可以 OK 那一般我們也... 在這個時候 我們不要入廚 買廚可以 就是不要入廚 對 真的 真的要入廚 你也是要吃鹽米 也沒有人要哭去 你什麼時候都可以進廚裡 一定競爭過 真的有 還是有喔 還是有 結果大的時候整個都大 整個都大 整個都大 我家裡就流了 不用怕吉姆 每天就連會四個 連會椅子一起 他就是不相信 因為他沒有在拜 也不信基督教什麼都不信 結果他就是鬼月就是進去 然後也沒有拜地基祖 他去的時候 他剛好那天是七月半 結果 進去之後 他當天搬進去 他想說把他弄好了 要睡覺了 就開始了 因為客廚等會在那裡死的死的 他要把他創作 他會讓你知道說 我存在在這裡 你不相信我就獻給你看 對 會 會就是會挑戰那種很堅持的人 所以我們的阿飄朋友 他也是很天氣的 你天氣 他就跟你要玩 我就跟你玩 你如果不相信 我就獻身給你看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禁忌之一 對 那還有呢 一般民間也不喜歡在這個月結婚 因為這個結婚 有的時候就怕說 比如說會變鬼新娘 對 所以難怪人家說要結婚 都六月新娘 六月新娘 都盡量在六月之前就結婚 不會透過七月 對 七月盡量他們 就是說這個是可以避的 那不慶身 這個是裡面禁忌裡面 其實是最嚴重的 不慶身 因為我們前幾集有講過 就是說 在鬼月的時候 最好是不要 不要慶身 這是在補幾張 你的事實 還要幫你抓到 我這樣講好了 我們的靈魂裡面有三條 那在你生治的那一天 有一條要回去天庭報到 所以你等於兩條魂 你平常是三條魂 還可以保護自己 還可以守住 對 等於少了一個衛兵 所以 如果你慶身的話就麻煩 尤其是七月 像我季婦 她從來沒做過生日 因為她是七月 她七月 她是七月 所以我將來沒有過過的生日 有一天要去做 她就起到這樣 她說妳是要慶祝鬼 還是要慶祝人 真的 所以如果七月時生 盡量都不要去過生日 我們可以進行過 對 對 就是六月過 最好是進行 不要過 不要延後 不要延後 那我們再看 就是說 一般我們拜過普渡的食物 其實實在不要吃 對 不是吃就是保平安 不是拜後回到電腦 像我媽媽 每天去拜拜託 有些麵線 有嗎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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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這裡吃 其實拜他們的東西 對 對 那丟到很可惜啊 不是嗎 對啊 就丟在那邊 他也不會真的吃掉 他真的真的吃掉 但是站著拜託好兄弟的東西 他容易特別快換 對 很容易壞掉 很快壞掉 總是也是不能放他 他壞掉了 也是要吃下去 一般有的 就是說 如果拜託好兄弟 老闆人不要吃 不要這樣 拜託好兄弟吃 古代的很多都是 老闆都是不敢吃的 我來講一個事情好不好 是我看過的 就是 吃了這些貢品嗎 不是不是 是 我看到他們在吃的那個樣子 為什麼那些貢品 都那麼容易壞掉 他們吃的時候 有的就是 剛放出來 他們吃得好像很傻 人吞虎咽 對 可是因為他們動作 比人慢半拍 我們比方說 吃飯是這樣吃 他們可能會 這樣 你知道嗎 這是口水 有時候都會噴下去 因為很久沒吃 會噴下去 所以他們的東西真的 他們的口水是有點 紫色物狀的 所以 他在吃我們跟爸爸 他會來吃嘛 吃吃的就是 水都會噴下去 噴下去 我們那個東西 我們還拿起來吃 對我們的身體不好 其實會有帶一些陰氣 而且 像我去年啊 我們那邊在補度的時候啊 就是 我兒子就開玩笑說 媽媽 他氣水很好喝 你不可以喝 我說你也不會說話 然後旁邊我們就有一個 有一個一起來補度 就說 騙笑耶 因為他老婆很誠心 但是他老公就是 就踢踢 騙笑 騙笑 整個來吃汽水敢不騙 那是人要吃的 講完喔 那個 一開罐的那個汽舌就 砰 一聲然後彈開喔 沒有人妳看他自己彈開啊 就是一開罐喔 你一開罐要用手開嘛 對啊 沒有人就動啊 他那個就是 上面那個一開罐就是 騙起來然後落下去 然後他老公就 整個人都嚇到 傻眼 才知道說 喔 原來竟然有人家 但是我們看到 像我還曾經看過那個十大陰帥 就是 整門開的時候 十大陰帥出來 什麼叫陰帥 什麼叫陰帥 講不像 鬼也是有個統領將軍 帶領他們出來的 一般比較常知道的是 日遊神跟夜遊神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鮑尾大帥啊 鳥嘴大帥 那像鮑尾帥他是管獸的 就是一些山獸野獸的 那鳥嘴大帥他是管家娥爺 魚腮大帥他是管 魚的 魚啊 然後那些就是 海中的生物 然後黃蜂大帥他是管昆蟲的 那鬼王就有分啊 像牛頭馬面啊 然後還有這個 無常大帥 對 他們就是管一些 比方說立鬼 怨鬼 然後遊魂啊 什麼的這些 開鬼門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這些 將領統領他們出來 像在大邊一樣的 像是導遊一樣 來喔來喔 那個嬌子 嬌子在這裡 人家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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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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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度的時候 最好是小孩子 盡量讓他在家裡面 對 所以盡量七月份 小孩子不要帶出門 就對了 對 好 還有一個就是摩咪 樓下 尤其是工作的味 來 這個喔 我曾經 因為我的師父是 因為觀樂音師父 他去家裡 去觀樂音 那個人家裡 算是說 打拚 他去打拚 去打拚 去打拚 結果 關起來 家裡的人都關不下去 隔拚一個七頭的 高中生 來看 結果他們關下去 然後看 他問他在家裡 家裡 都唱一些音的 就是說 為什麼要躲在 那個工作底下 就是說那個地方 是在祖先住的地方 車的下面 算是都沒有人住 所以那個位 萬人 如果有人在拜 他也有空吃 所以那間是可以住 所以在過去裡面 過去裡面的宗廟 在貢桌底下 會埋一塊壁 來一塊壁 就是怕來搶他們的 我是看過貢桌底下 要擺一個那個 像八卦之類的 就是裸盤 以後就改成裸盤 對 但是以前 你去故鄉看 有一個圓圓 那個壁 那就是以前 擺一個 宗廁的那個 桌桌 走到祖先 去海邊 再唱一次 再唱一次 不對 子榮你常常看到 阿飄朋友 你有沒有看過 他們在吃東西 有啊 他們吃東西 譬如說像七月普渡好了 他們吃東西就是 好像 你就感覺到他們 沒有什麼咀嚼 他們就直接這樣一直塞 真的 一直塞 就奇怪一個人 可以一直塞很多東西 然後他們有的 有的鬼的話 他就是這樣 又吸的 又細密的 就可以吃飽 而且鬼 鬼月我們拜拜 不是都會褲子沾沾 好嗎 因為他們在拿東西 讓手都這樣 你看他們 變成是在騎還是 都這樣騎 所以這樣 這樣沙比較好沙 比較好拿 對 所以你看那個 水果也都是這樣 這樣拿比較好拿 那我在 在電影院裡面是看到最多的 因為 你知道嗎 電影院啊 有時候 因為電影院他們 一公七月份他們要去哪裡 其實鬼很喜歡 聲光效果的地方 因為你有聲光效果 他會覺得 怎麼這麼好玩 電視這麼大 這樣沒看過 因為以前有死了兩百年 有死了三百年 有死了一千多年 從哪裡沒看過電影 對啊 沒看過 就說怎麼這麼好玩 所以像網咖也是很多 就要打電動 他們最喜歡去電影院 一看就在那邊 有時候你去看電影院 一坐 你要拍誰 不好意思 坐到那位置 拍誰 拍誰喔 有一次我去看電影的時候 就旁邊有個鬼 就坐在旁邊 我就一直吃爆米花 一直吃... 他就在旁邊一直這樣 怎麼不然放我吃 妳知道嗎 妳在吃東西 有一個人一直看著 妳也不好意思 要怎麼樣 我就說 不然怎麼辦 要不要吃 然後他是這樣 怎麼吃 他還會跟你對話 對啊 會啊 鬼會跟我對話 但是旁邊的人聽不到 只有妳聽得到 其實跟鬼對話 妳不一定要用嘴 妳用音樂就可以跟他說話了 對 所以他會講說 妳有發出聲音就對了 對 但是妳聽得到他在回妳的話 只要妳跟他一直對上交 她說要怎麼吃 妳怎麼說 對 我就說 沒辦法 繼續自己吃 沒有辦法 他就真的沒辦法 所以其實人跟鬼相處 是跟相處的 看我怎麼吃 妳就怎麼吃 對 其實我們人跟鬼 相處在一起 就是很平常 就不要把他覺得他很特別 或是他怎樣 而且他們反而比較不會喊 沒有 我不知道就是 妳跟他說要吃給妳吃 問妳怎麼吃 放米花要怎麼吃 就沒辦法 我自己吃 我就自己吃 然後他在旁邊 就這樣 就生氣 就不要管他 就沒辦法 不然怎麼辦 所以他還是繼續 不然他會這樣說 不然妳去買給我吃 買她可以吃 有的不會這樣 放米花 怎麼吃 不是 她不知道要怎麼吃 對 要看她愛吃什麼 對 我還有看過一個 有一個她是自己帶東西的 帶香煮 然後自己愛 這樣客 在電影院 對 因為我想說奇怪 怎麼吃的那鬼 到底可以帶什麼在身上 妳不是說 鬼啊 那香煮不吃 妳是吃的這種鬼 可是我就真的有看過那種 在開 而且也是白色蠟燭 一直吃 是喔 我好感到 我沒有理會體質 不然我一定會經常 跟鬼在玩家 不是 他這樣子吃了 沒有 像我都還會問他說 這樣有味道嗎 他說 有啊 紅色的有紅色的味道 白色有白色的味道 真的喔 我就問他 笑耶 妳還沒笑耶 有一些鬼 他是吸氣味的喔 就是我們看的那個 一般我們看得到人看的 他就會有 好像有那個氣 然後就飄到他鼻子那種感覺 那我想要知道 譬如說 妳有理會體質 那我們是沒有 那我們在十二生肖裡面 有沒有哪一個生肖 是比較旺的 就比較不怕的 或者是比較 鬼會害怕的 譬如說像今年的話 像我 我前幾天要來上節目 就有請示上面 那給大家一個想法 就是說 請示哪裡上面 阿飄的上面 還是菩薩 對 那菩薩就會給我們一些指示 因為通靈的人大部分 他只是一個訊息傳達者 上面給我們什麼訊息 那我們就是講什麼這樣子 那上面給我們訊息是說 像屬虎的 今年屬虎的 屬兔的 屬蛇的 屬雞的 要特別注意 像屬虎的人 七月容易卡陰 所以妳這個月千萬不要吃西瓜 這個月就千萬不要吃西瓜 不要吃西瓜 整個月都不要吃西瓜 對 要記住喔 妳不要回去又忘記喔 對 我沒那麼厚貴好嗎 對 西瓜不能吃 那麼如果說是 妳如果說叫我不能賺錢 我一定會不會去 一定會去賺 不要吃東西我OK 對 那如果說像屬兔的話 因為這整個月 運氣非常差 妳知道從7月1號開始 我兒子是屬兔的 沒關係 這個有破解的辦法 就是說它運氣很不好 所以妳7月1號開始 每天要給它吃一顆龍眼 給它補孕 因為像 是乾的也可以嗎 都可以 補孕 一天吃一顆就好了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都沒關係 但是每天都要吃一顆 妳保養了 那屬蛇的話 就是因為犯小人 所以妳初一十五第一餐 我當屬蛇 當然要不掉 妳花咖啡咖啡都送獎 這樣怎麼辦 所以說初一十五 早上第一餐 起來就是吃麵線 它又給妳帶來好運 我老公嗎 對 每天 就是初一十五 農曆的初一十五 就只有7月的初一跟十五 不管妳什麼時候吃 就是第一餐 早上起來的第一餐 起床那個算第一餐 只有初一跟十五 中間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只有兩天吃兩天 對 那麼屬雞的呢 妳就可以戴八卦形狀 不管是項鍊也好 或是什麼也好 放在身上 但是屬雞的人 這個又要特別小心水關或車關 就是如果告訴妳說 有水關的話 妳就不要去海邊了這樣 我這邊有提供給大家就是農曆 7月份各個生肖 跟應該要吃的東西 或是說應該怎麼做 可以避免厄運產生這樣 這是我們通靈之後跟上天 讓我們傳達給各個生肖的朋友 一些歉意 妳剛剛只有叫我不要吃西瓜 妳沒有說我可以吃什麼 對 所以我這邊就是 怎麼樣可以帶來好運 這些事情是各個生肖一定要去做的 做了妳就會平安保命這樣子 過了這7月份 可以很順利的 而且可以提升妳的意識 因為人家都說7月很倒楣 很愛運 但是上面神明給我們的指示是說 這12個生肖 妳就照這樣的方式去做 是可以為妳帶來好運 就只有這一個月 對 這一個月 對 我們之後每天會提供一些 好運的方法 好 那數老鼠的話不要忘記 就是妳要帶黃水晶 不管是佛珠也好 項鍊也好 就是帶黃水晶 那數牛的呢 是吃豆花 因為運勢比較不好 所以妳要發就吃豆花 可以補妳的五行 好 那麼數老虎的 妳就要喝小湯圓 妳要甜湯的 妳好像害死 我在鹹肥很怕吃湯圓 妳很刻意絲 妳只要記得 這是在農曆七月一號 就要做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七月一號忘記了 初一到初五還可以補救 那像帶的東西的話 是每天帶 那吃的話 就是逢七就吃 初一 初七 十七號 二十七號 逢七就吃 什麼時間吃 早上 早上的時候吃 第一餐 對 第一餐吃 吃兩顆 一顆都可以 都沒關係 試一試 對 那數兔的呢 等一下 湯圓要吃鹹的還甜的 甜的 甜的 吃大的小的 都可以 只要是甜的就好了 因為它其實是 比較會有口舌之爭 它希望妳吃一點甜湯 可以化解那些 對妳的傷害 妳就說不怪 我真的跟我們人家玩家 不會 我都跟別人玩家 好 那麼數兔的呢 不要忘記 妳要去布施 初一到初五前 要完成這件事情 布施 譬如說布施個十塊 二十塊都沒有關係 就是意思意思 妳的心意就好 去做這件事情 像講到這個布施 我必須要在這邊讚美一下 我兒子 其他的小孩子也可以學習 因為我前天才從日本回來 我們在日本機場的時候 火車站的時候 有一個人家的 日本的布施的一個 一個頭銜的筒子 它上面的字 寫內容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知道它寫的就是 就是在布施就對了 好像要捐款之類的 我兒子在機場 我兒子就問我說 媽媽這是什麼 我說這個如果有頭銜在裡面 是在幫助人的 因為我兒子我大姑 跟他的姑丈就有給他一包錢 就是日幣一千塊 然後還有幾個銅板 一百塊的銅板 我說 因為裡面人家投的 都是一些銅板 他說媽媽 那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幫助人 對 他就把他身上所有的銅板 這樣丟進去 很好 可是七月還沒有到 那算不算就對了 就是七月份的時候 再做一次 才有效就對了 像我們講的是 也一樣是逢七 對 沒有這個的話布施一次就可以了 初一到初五找一天 去布施就可以了 金額大小其實隨行 那中間時間不行嗎 就不用了 就不用了 但是一定要七月一號到五號之前 要去做這件事情 到六號可能就來不及了 那他要怎樣布施呢 一個小孩子 譬如說我們像有聯合券目 你就捐給聯合券目 對啊 一塊錢 十塊錢 五塊錢 這些都是OK的 對 或者是便利商店 有那個下 就是捐助原住民朋友 或是其他的 你就捐出去沒有關係 可是便利商店那個會不會發票 那個會有 他們會有登記的 你就不用擔心 對 那鼠龍的 鼠龍的就是在肚子上面綁紅線 因為鼠龍的那一 就是運氣比較不好 他如果說在肚子上面綁紅線的話 其實是可以幫助你整體的運勢 對 那鼠蛇的話 就是帶佛珠 怎麼財食的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這個月一定要 整個月都帶佛珠 鼠蛇的 對 鼠蛇的 那這個算佛珠嗎 也算 那是天珠 但是他也可以算是 守株的一種 所以如果 如果七月份 我把這一條給我老公帶可以嗎 也可以啊 但是你要先給他那個能量 先重新調整一下 等於是要洗過鹽水 然後放到那個冰庫裡面 你要先經過粗鹽 或者我重新再去廟裡幫他求一個 也可以 最好是一個他專屬的 因為你帶久了 會有你身上的氣 對 所以還是七月一號去開始帶就對了 對 好 那麼鼠馬的 你要帶玉 不管是什麼都沒關係 譬如說 有人帶玉配 有的人帶玉手鐲 只要是玉的材質的 你只要帶在身上都是OK的 那一帶都是 就是整個月帶 那鼠羊的 就是吃粉圓 一樣喔 就是在逢七的時候吃 初一 初七 十七 二十七的時候 一定要吃粉圓 跟我一樣吃湯圓 那什麼時間吃 早上吃 好 鼠猴的 就是穿黃色的衣服 不是說叫你整個月穿 而是說逢七 一樣 初七 初一 初七 十七 二十七 穿黃色衣服 但是 穿黃色並不代表說 我全身都要是黃的 你只要有一個地方是黃色就可以 譬如說像迪音姐 你可以戴個黃色的耳環 那也OK 打個黃色的領帶 穿個什麼 有一點黃色的 那個修飾的就可以了 一樣是在逢七的時候吃 然後是早上 好 鼠狗的 就是戴天珠 天珠不管是項鍊也好 手勢也好 都是可以的 那麼 一樣是逢七的時候 早上吃麵線 都可以帶來好運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說 他七月什麼事情不要做 那什麼事情是七月份 趕快依照各個生肖 趕快去做的事情 可以提升你的運勢 這是我們跟上面溝通 上面神明菩薩給我們的指示 可以給大家帶來好運的 觀眾朋友也記得 所以你原來說七月到必須要拜拜 那拜我們該怎麼拜呢 是在家裡面就可以拜了 一般就是說 最好是放在門口拜 不要在家裡面拜 因為家裡面拜你是把這些東西 像你如果在門口拜 比方說我們周遭沒有這麼多的阿飄朋友 那一拜以後 然後你會燒紫錢 然後會放一些赤果什麼的 然後就很多的阿飄都來了 那怎麼辦 一般就是在我們的屋簷 假設說我們的屋簷底下 就是說在屋簷底下半陰半糧 就是說半陰半糧 那如果你要拜的飯 你要煮半生半熟 你不要煮全熟的 或者是生飯 因為半陰 那通常他吃半陰半糧 他就會走 那所以你貢桌如果放在半陰半糧 他就是等於比較容易就走掉 就不會贏到裡面來 如果你放在外面 那只是一個召集的活動而已 所以在古代那個桌子 就反而是召集很多阿飄朋友來 對 所以他通常桌子很重要 所以其實拜拜也不能亂拜 像秀慧 你的舅舅小孩就犯了禁忌 拜拜的小孩 那是小孩 有時候 每天說他不懂事 小孩子 他怎麼知道什麼都替去 這個拜拜的東西 絕對不能替替 尤其是你說拜神還好 你說拜好兄弟 你不能夠維修 一年多才出一拜 現在大家在拜的時候 他說這個孩子 來台灣的東西吃 你是在跟我唱歌嗎 當然我就對你不離 因為你如果剛才自己 本身的完親祭祖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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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高中 那有一次他就 人家就在拜拜 就是中原普渡 拜拜 意思說拜拜 當然拜拜的時候 媽媽有交代 拜拜的時候 土地的東西不能吃 但他想說 已經那個香已經一半了 然後爸爸媽媽 全部的人都去外面去燒金座 那表示說這個 已經大功告成了 那香就在那裡過了 他就說 喔 待會久了 那孩子 在看電視 土地那麼多豐盛的東西可以吃 待會久了就去外面 他們的燈子腳敗 然後去外面 剩菜就拿著那個蘋果 拿進去就咬了 咬咬咬咬咬 那天又好好好喔 過當天的晚上開始 睡覺的時候都不進行 怎麼叫都不進行 叫他吃午飯也不進行 怎麼叫都不進行 媽媽想說這個孩子 他就在夜宵 在愛玩 人家打牌也是都不進行 小孩就有事大條 小孩叫救護車 他就在家裡搬到便宜 問頭檢查到買 問頭髒檢查到精頭要買 斷層掃面 說沒有沒有沒有 五張六幅都照了 醫生說你這個孩子好嗎 我說好有什麼 什麼原因 他睡覺都不起來 都不進行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一直講一直講 一直到那個一個多月 醫生說你這樣也不是辦法 讓你帶回去好了 看有什麼反應 你再過來跟醫院聯絡 他就把小孩帶回去 那你知道嗎 因為在醫院你還可以打點滴 維持他的生命跡象 那你回去沒有點滴打 媽媽會歡樂啊 說這個小朋友都沒有吃飯 就這樣一直睡覺 這樣可以活嗎 那不是辦法 今天可以活 明天可以活 第三天他活得了 因為都沒有吃飯嘛 那因為呢 我那個舅舅老婆是在那個 夜市賣那個錄音袋 以前不是有什麼辦唱袋嗎 以前那種要去夜市賣那種袋子 那因為他每天差不多三點四點 他就準備要出門 他一定要出去做生意 在夜市 然後他想說 沒關係飯吃一吃 他都習慣 煮一個大同店還會來 一月的飯 飯吃一吃 他也不會呼吸 就全部都去做生意 那他大概回來家裡都兩點多 半夜兩點多 然後第一天回來的時候 他發現 奇怪 他辛苦小孩要收那個飯菜 把他翻了 拿去翻的時候 那桌上 不是 桌上的飯 一腳飯 沒有到半夜 桌上的菜 沒有到半夜 桌上的菜 整盤乾淨 流流 乾淨流流 但是 但是不太好 有貓或者狗跑進來 或者是有什麼東西 家裡沒有人 他好像這個好心而已 就兩個夫妻去做生意 想說很奇怪 為什麼 趕快跑到房間去 看他兒子有沒有好好的 因為我還在睡覺 我還在背後吃完 還在睡 沒有 他看到樣子都不像 但是他睡覺那個臉不會很可怕 就像我們真的人睡著一樣 他還是有血色的 他不會說睡到很慘白很死白 然後一天兩天三天過去 他媽媽覺得每天那個飯菜 他一天如果說增加 好 我今天給你炒菜看看 我本來煮兩根米 我今天煮四根米 給你試試看 四根也吃完了 煮五根也吃完了 煮五根也吃完了 有一天他媽媽就不信仇 叫他媽媽不孤單 12點之後 他媽媽就回家 媽媽爬爬爬 他媽媽都在二樓 爬爬爬 爬爬 爬爬 爬爬爬 他那一樓是有一個遮雨棚的 通通通靠靠山 所以他可以爬爬爬爬 爬爬爬 他兒子的房間剛才在爬爬 他現在爬爬爬 爬到陽台爬爬爬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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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說她敢不去刷到 她說要刷到要怎樣 她說去找老師啊 去找先生啊 也有找先生耶 去桌去用啊 但是你只要七月四 廟了啦 老師不想要跟妳辦事 妙禮不辦事嘛 妳還是要拖啊 要怎樣 有一天我阿姨就跟她說 不然我去家裡看看 我去看她喔 叫她喔 真的都沒有反應 然後她媽媽說 這個來啊 這個來啊 妳不要再這個開槓 就把她扶起來 就拿一個枕頭 要靠著那個床頭嘛 她就這樣靠著 她還是睡啊 她還是睡 我一直叫她怎麼叫都叫不行 我說不然今天不要叫了 我讓她休息好了 我要來回家 11點沒有了 我應該回去了 然後我就下去 樓下我要開車嘛 她家裡頭前才大條鑽膏 大條鑽膏 我才聽到她家樓下 我下去的時候 因為她 不時都把她點一下床頭燈 她怕她說 不怕東西弄倒了 她都點了那個日光燈 那種床頭燈 我就在樓下 我要開車的時候 我車沒看 一開 門扁開 我想好奇嘛 就往樓上二樓 那個她房間的窗戶 我看看 都燙了 好像兩個影子耶 兩個影子耶 就是她... 因為我看到她的時候 她媽媽是扶著她這樣做都可以 她前面有一個女的長頭髮 從玻璃透出來 是兩個影子這樣子 那她很明顯是 我那個表弟 她是短頭髮 可是在她前面那個影子 她明顯是長頭髮的 是長頭髮的 是長頭髮的 我看一看 怕一看 想要愛 我也不可以愛 想要跟阿欽說 我想我不可以說 我現在說 我要她跟她說這件事 對啊 我不是髒到她 你真不敢 你真不敢 不是 不是 我還說那要眼睛 你不可以 像人家那樣 你不可以 她可以去找老師 來她叫她 七月份 你沒有老師 我她就趕快回去 你這樣跟婉嫁 你不會去跟那個婉嫁嗎 那問什麼 沒有說道理的 我跟你說 那個婉嫁 沒關係 我開車去外鄉 我批沒關係 我批到我們家的時候 車庭好 我雖然老婆說 我這件事要怎麼處理 打電話 打電話 打電話跟我們阿欽說 我說這一定要處理 不處理不行 結果呢 後來農曆七月份就過了 因為我說 有一個老師情侶 我帶她去泰山 就老師的做法 就把她釣在那個婉 卡在神父上那個婉 釣出來 結果是說 那個女婦是說 跟她壘事的婉嫁 有一次意外之後呢 她們兩個就是意外 兩個都過世了 但是呢 要過世之前 她們就是手牽手 就是說 有約定說我後來四人 我還要嫁 所以她就一直在找她嘛 一直在找她 農曆七月 她可以出來蒼純 剛才去蒼紙 剛才去蒼紙 都把她釘在後面 譬如說他們家在拜拜 對不對 在葡萄 她剛才要來吃那顆香蕉 剛才去你們的孫子 還有香蕉 拿去香蕉 我像香蕉 吃香蕉 原來就是我們人 對 我給你看 郭老師 像他這樣子 但是因為 然後再拜拜拜 拜錯了 去蒼紙 如果去廟 廟都不一樣 因為一般的宮廟 都七月份就休息 如果以我學茅山的是沒有 七月份都有在辦 還是一樣照樣辦 都一樣有在辦 我哪有些 我哪有馬鈴 我哪有馬鈴都可以帶你 那現在有些正常的廟 不一樣太怕 因為她怕說 譬如說她蒼索 我把她蒼索 再去蒼索 抓到更多的好朋友 有幾軍都會來 對 這個好兄弟來 他就怕了 在這月我們怕就這樣 其實這個可以化解的 你不管 你如果說宮廟 你如果要辦 你也可以辦 你量無紀奏 天無紀 地無紀 陰陽無紀 張太公在子 百無禁紀 這樣你量下去 身高 你就可以辦 白無禁紀 你不是說要關櫃嗎 沒有啦 百無禁紀奏 你現在就是七月 你要辦書 你有禁紀 沒有 老師你等一下量多萬 因為我們觀眾朋友 都在看他現在 因為你現在量 我們都會怎麼記起來 對啊 所以你把我量多萬 再量一表我們觀眾朋友 聽起來 因為七月都要學完 我再唸一次好了 天無紀 很短啦 陰陽無紀 江太公 很短沒有 很短沒有 天無紀 第無紀 你一七號城嘛 你一七號城把他講完 天無紀 地無紀 陰陽無紀 江太公在此 百無禁紀 很容易嗎 幾幾如你 幾幾如你 那我們 我們再看 就是說 這個七月因為 到了大概下午 微時 二點過 尤其三點到五點 他們就已經 幾乎陰氣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你夜遊的時候 你如果吻比較壞 因為我們人只要在開始在 就是說 像結婚你也會在晚上裡面出來 就是說七月其實鬼容易投胎 因為你找人要倒胎嘛 對 所以如果你在野外 做愛做的事情 他剛好被倒胎 那個小孩子通常都 是個鬼才 鬼才 可是很難戴 對 很難戴的 真的很聰明 那也好啊 鮮血鬼才也滿爽的 可是會很 很難搞啊 大概你在三歲前 你就會藏盡苦頭 晚上都不睡 半夜就跟你亂挨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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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挨 挨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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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誰 不要轉頭就好 先不要轉頭 先回答 是誰 來,你叫我名字 阿姨啊 是誰 對 就半天臉是誰 不要完全回頭 你愛人嗎 對,是誰 台語啊,他擺個姿勢這樣 你要這樣嗎 就是說對,你就喊是誰 那就不是你的意思 一般來講就是說 我們不要在背後拍肩膀 因為我們的靈魂有三條 這是我們如果你用 比較精密的克里蘭照相機 給你照的時候 人像傀儡系這樣 沙雕刷 就是背 三個魂 一個在頭上 兩個在... 這個叫旋點 旋點,就是肩膀上有兩個點 壓下去會痛 對,這件在按摩的時候 如果很累 那是你三魂 其中有兩條魂的出入口 你拍它的時候 等於把魂蓋住 把它亂,亂你的魂 所以不拍肩的原因就是 尤其是在背後拍 我其實只要拍麻將 我叫的人不能亂拍 那個會亂掉 那個等於你的生物時鐘 就是說你的生物時鐘 靠靈魂在跟宇宙裡面 在通 那你把它這個地方蓋起來 它通常就只能跟你通 所以很多好兄弟歌姦搭配 就是說我幫你摸到 你就要跟我通了 就是說這個等於是通緝的一個狀態 所以一般不拍的原因就是說 萬一你把它弄亂掉 萬一那條三個換的就好了 還有一個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然後但是是我親眼看過的 你知道人有時候打頭在看 就是腳掛下 這樣 小姐,打頭是這樣 打頭是這樣 這樣他才不會說 我才會不會說 不是,頭往下,往下看 為什麼 千萬不要 我曾經看過一個例子 是我親眼 結果往下看 底下又有一顆頭 沒有 有一些好兄弟 他會蹲在你的後面 真的 然後他就會蹲這樣子看你 萬一小孩如果在玩 有的小孩就是在玩跳鴿子 都會頭壓下去有沒有 當我們五天氣那種的 那就是有的小孩 連在玩 要跟他換後面 所以不是跟他爛就對了 連小孩在玩 那兩個小孩都最愛玩 你在哪裡啊 就這樣子 也不行 我的眼睛看 去看就 剛才去看 對,要拳才會晃 晃,晃就晃了 我是有一次洗澡的時候 剛好七月嘛 有一次洗澡用肥皂 然後去... 然後那個肥皂掉過去 然後要拿的時候 我阿嬤過去 那個整個把你塞過來 你... 你有沒有看到 真的 他就用手把你塞過來 然後... 你是看到手而已 沒有,我看到 他把我推過來 手就往你的腳這樣推過來嘛 然後那個肥皂就過來了 過來之後 你要去拿的時候 你的阿嬤再看一看 他就在那邊要給你看 真的喔 對 那是真的喔 他幫你撿肥皂耶 老婆,我還要把他撿過來 我幫你撿過去 我幫你撿下去了 尤其是在飯店裡面 飯店,對 因為他們平常那個... 平常的日子人比較少 人氣比較沒有那麼足 他們都會等在那邊 頭一個可以休息 第二個有人來又可以玩 對,飯店的鬼很喜歡玩人 因為很好玩 在鬼月的時候不能亂拍背 妳曾經有一個案例 是拍背三魂七魄就不見了 對 然後這個故事 還是發生在信義區的一個大廈 很有名的大廈裡面 他就是一個女孩子啦 那他常常... 不好意思喔 因為他走掉了 所以我要不好意思一下 對 他會來聽嗎 搞不好 對,搞不好 那個子榮他有來嗎 沒有,他現在還沒開始講 講的時候要看看他會來 可是我好像似乎有看到 他呢,就是在... 那時候在信義路一個大廈裡面上班 還滿有名的 剛好就在那個中正紀念堂那邊 對 然後呢,他們是一個辦公室 裡面就大概有七個員工 那就是他們裡面就是有個男生 就很怪 每次都好像有個習慣這樣 就拍人家 我跟妳說怎麼樣... 那個男生就是 不是說故意要嚇人家或是怎樣 他習慣很不好 平常他就會打人家拍人家這樣子 很沒禮貌 對 然後呢,結果那一天呢 就是那個女孩子他就... 因為他們茶水間剛好跟那個安全梯 那個剛好一個地方嘛 那他們要去茶水間 都要爬一個樓梯上去 那一天那個男生呢 就去茶水間到了 然後就聽到... 就聽到那個女孩子 因為他很喜歡那個女孩子 然後就想,他來了 嚇嚇他好了 搞不好可以趁機 就剛好不好 不小心抱到他這樣 然後他就躲起來 結果躲起來,他就到水 然後忽然之間他就... 啪了一聲 就拍那女的 結果他那個那杯熱水就... 碰一聲就這樣子 整個灑往後就對了 然後就去燙傷那個男生 好了,那是第一次 他下次他就不敢了 第二次他要跟他玩的時候 然後結果呢 第二次他就想 哎唷,不要再逼在你後面 逼在你後面 待會又給你熱水浮到多水 因為他被燙到嘛 他就...第二次他就躲在樓梯間 就躲在樓梯間 他就...一個姿勢 啪一聲,啪一聲 碰碰碰,他就跌下去 就因為這樣跌下去死掉啊 骨折啊 他是腦頸椎骨折啊 就是這個頸椎骨折 這邊骨折很嚴重 對,那後來啊 就...他也...就死掉之後 那那個男的有沒有刑事責任 有啦,其實有 破屍殺人啊,他有被判啊 然後他也很內疚 那後來他就離職了嘛 那離職之後呢 結果他就是回家去 從那時候開始他就是心裡很難過 因為他真的很喜歡那個女孩子 然後結果他就自己悶在家裡 悶悶悶,然後就悶到我們一個同事就打電話來 那時候 他說,子儀子儀 你要不要去看看那個博生 我說,喔好啊,怎麼了 因為其實我一直有覺得不太對勁就對了 結果我就去看他 然後我就說 就是剛剛子儂講的 然後就 每天就這樣 然後會流眼淚 就是自己會在那邊流眼淚流眼淚這樣 然後人呆字 那我去的時候我看到的情況是 就是 就是我剛剛看到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 她就是坐在她的那個 床邊 我們去看她 剛好是7月21號 農曆 那個女生是頭這樣 就 頭當初斷掉的那個樣子 因為頭斷掉,骨折斷掉了 然後頭靠在那個呢 然後還這樣子 妳怎麼了,子儂 沒有 沒有 她跟我講說那個女的蝎頭也是這樣子 在我這裡嗎 沒有,因為他們家裡 其實我要講這個故事之前 我有跟她先溝通過 因為那是我 沒有惡意的 蠻年輕的時候的事情 我那時候在打工的時候的事情 所以等於說 現在那個女的如果還在這裡的話 等於她還沒有去投胎 她沒有 因為她家裡的人 是信那個基督教 基督教就不能投胎嗎 不是,因為她沒有人給她 因為她是意外死亡的 沒有去超度 她是意外死亡的 把魂收回來 對,可是他們都沒有做 而且她爸媽也已經都移民了 所以這些禁忌真的很重要 剛剛我們林老師討論一半 還沒有討論完 就是說不能亂拍背 不能夜遊 不能亂叫名字 那還有呢 就是不要玩 不要玩蝶仙 對,然後 就是說在路上 這個時候不要亂撿 不管是名字 或者是錢 就是說 因為你跟... 你這個時候撿的話 就會比較會有陰的 會跟在你身上 我講一個 有一年的七月份的時候 我一個學生 我那時候在文化大學當老師 我們那個學生摔車 骨折斷掉 我問她,大家都笑她說 她平常騎車很小心 就是騎很慢的 那陽明山那個路其實 也不太好騎 可是她都騎很慢 她說那一天啊 她是要撿兩千塊錢 通通煞車爪手腳回去 就是說 其實撿錢是一個 也是一個危險事 那最... 那其中最嚴重是不要說鬼 尤其是不要在這個時候 說鬼故事 因為你如果路不大 你不能罵人家鬼 髒鬼 鬼化連篇 她那個不要 不要在夜間裡面喊 你們兩個現在在講 那個人在我旁邊嗎 那這樣 她從一開始錄影的時候 就在後面 妳的後面還是子榮的 不是在秀蕙姐後面那邊飄 在妳的後面耶,秀蕙 因為我跟你說 我要錄影的時候 不知道... 不是...我這裡 她白白球這有夠痠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不是,重點是妳 所以我剛剛就說 是不是在拉我頭髮 後來我就是開玩笑 不是 子儀我... 對不起 那個... 姐姐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妳不要學她 她會生氣 她會生氣 對不起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 因為妳這件事情 雖然妳還滿年輕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談論這個話題 她怎麼還在呢 就是拿到腳本的時候 我要寫這個故事 我就想說要來講 來講的當天她就來跟我講 妳不要給我講得太醜 那她怎麼知道妳要講她的故事呢 因為她拿到腳本 她就有先跟她講 通常我們在講鬼故事的時候 如果我們講到那個鬼的主角的話 她基本上來講 她如果沒有去投胎 她都會來聽 對,要聽一下 聽看看妳怎麼講她 所以,包括寫這個書也是 是喔,我們發生很多靈異事件 我那時候來不及寫 我把我的那個錄下來 然後請人家帶筆 然後她的那個列表機電腦 通通關掉了 結果她上完廁所回來 拿著包包要走的時候 卡... 然後列表機就列出來 她沒打完喔 但是整張都出來了 其實像我自己也是 有時候晚上寫的時候 她會告訴妳該怎麼寫 那妳不要把它寫得不好 那如果妳有寫不對的地方 妳隔天早上起來 妳一定知道 哪個地方我要改 因為他們昨天在夢裡面 有講要改 所以我們馬上就會做修改 因為妳如果說要暢銷的話 妳還是聽他們的話 會比較OK一點 所以她也不希望妳亂寫就對了 那剛剛我不知道 我事前不知道子儀要講那個 她那個朋友的故事 那我是 後來忽然間她講到那個頭的部分 我在想說 原來跟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看到一個女生頭這樣子 是同一個人 所以妳剛剛是在跟她講說 妳剛剛有看到她的造型 她就走走走走 她怕人家看到她的樣子 然後就 好像知道子儒看得到 就跑到後面 就閃到子儒的後面 那她現在人在哪裡 對 鬼月禁忌也真的多到講不完 明天節目還有更多鬼月禁忌 要告訴你喔 不管那邊 我就又想要無聊 反正走過去很無聊 就這樣摸摸一下 可是那一次我拍到的時候 就發現 那衣服有人穿耶 妳就感覺上 那個衣服是很重的 妳跟我想像一樣的笑 就這樣 然後摸過去的時候 一下一下往上看 那小姐說 妳是新來的醫生喔 她說是喔 我來一個多月啊怎樣 妳沒有看到她手上戴一個手環嗎 戴手環 戴手環是怎樣嗎 對啊 那個醫生一聽 她手環 我說我是沒有見過 可是剛剛送一個推到太平間去 她說妳沒有見過手環是吧 太可笑了 妳跟她手下來了的時候 後面有個人 後面有個人 沒有 我看她的 你差一點